杨贵妃和安禄山一起洗澡,被抓伤这个部位,竟然为此发明了肚兜? 封建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的卑贱,因此女性只能够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于女性的价值都是由男性将其定义的。 即使是皇帝后宫中的女性,她们享受着天界富贵,却也不免沦为生育的机器。 点订阅爱观历史,请到深处加个关注。 由于封建时期是处于高强度的等级社会,因此高高在上的皇帝拥有在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即使皇帝犯下了错误,一定是她身边的女性不懂事,因此很多的女性为此背负了千古的骂名,其中就包括杨贵妃。 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媳,唐玄宗原本有一位非常受宠的妃嫔,她就是武贵妃。 而杨玉环就是武贵妃的儿媳,在杨玉环嫁给寿王之时,二人也是非常恩爱。 云响衣裳花响容,春风拂溅露花农,初次见到杨贵妃时,大诗人李白提笔灰墨,写下了这句经典诗句,来赞美她的绝代风华。 杨贵妃无疑是美的,她美得令人惊叹,美得令人沉醉。 就连世间最美的花儿见了杨贵妃,都要害羞地低下头去,能够与西施,王昭君,貂缠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可见杨贵妃是世人公认的美女。 但是,在杨玉环以儿媳身份朝见唐玄宗时,唐玄宗被杨玉环的美貌击中,一时之间心仰难耐。 但是尽管她是一朝之君,却也要顾及礼仪刚长,因此只能够在梦里与杨玉环相会。 后来宠爱的妃嫔武贵妃去世之后,唐玄宗就决定将杨玉环接到宫廷内。 而寿王在得知杨玉环和自己的父亲发生关系之后,她选择将杨玉环送给自己的父亲,她另娶他人,因为她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唐玄宗抗衡。 从此之后,杨玉环改变了身份,成为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 唐玄宗对于杨贵妃的宠爱程度,可以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唐代大师人杜木曾在《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中写道,一记红尘妃子笑,无人知识荔枝来。 所以,即使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杨贵妃也能随时随刻品尝到新鲜的荔枝,由此可见,唐玄宗对杨贵妃是极为宠爱的。 可唐玄宗怎么也想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受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应。 为了西域的稳定,唐玄宗效仿先皇,在西域设置了节度史。 开元28年,唐玄宗任幽州节度史张首归的义子安禄山为平庐兵马史。 描述的就是杨贵妃爱吃荔枝,但荔枝是南方水果,运输时间长,保鲜期短。 为了让爱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一改往日的人均风范,花费重金,在荔枝运输路上设置无数座驿站,宁人快马加鞭地将荔枝运往长安城。 安禄山是一个心机颇重的人。 当年入宫后,竟然被唐玄宗与杨贵妃收为义子。 但事实上,安禄山整整大了杨贵妃二十岁,她不仅供于心计,还趁势在朝廷要了一官半职。 就在安禄山得到赏识后,安禄山却时常求见杨贵妃,因为安禄山希望前妈帮她洗澡。 唐玄宗不在时,安禄山甚至时常出入杨贵妃寝宫,两人甚至可彻夜地喝酒聊天直到天明,对于安禄山与杨贵妃有没有什么其实答案呼之欲出。 当时在长安城的皇宫内曾流传一段丑闻,那就是贵妃三日喜乐。 所谓的喜三指的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进行的沐浴仪式,意义是喜屋免难,奇想途极。 但安禄山却是一个整整大杨贵妃二十岁的粗汉,貌美如花的前妈,竟然帮年纪大上许多的前儿子洗澡。 这个画面总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根据《唐石演义》指出,杨贵妃是杜兜的发明者,起因是安禄山常跟杨贵妃一起鬼混了一年多,但粗鲁的安禄山却将杨贵妃的胸部抓伤。 因此杨贵妃为了怕被唐玄宗发现,因此发明了一种无带内衣,用来遮掩被抓伤的胸部。 后面便以杜兜命名,但安禄山抓伤杨贵妃胸部的情节,也被称为路山之爪,用来形容透过肮脏手段来取得不正当利益的。 按理说杨贵妃怎么会看上这么个项目丝毫不能和我们现在的小鲜肉比的老大叔,可能是宫门深四海。 安禄山能得到杨贵妃的青睐,可能只是被杨贵妃当作打发深宫寂寞日子的伴侣吧。 不管怎样,安禄山他成功了,每每安禄山进宫拜见唐玄宗,他并不是先去拜见皇上,而是先去拜见杨贵妃。 你们可能会问那皇上不生气吗? 当然自己的妃子被别人看上,皇上怎么能容忍,但是安禄山会说话啊,他说臣子小生长在突厥,在我们那里都是先拜见母亲,后来才拜见父亲。 唐玄宗听到这里十分的高兴啊,每句话都让他舒服。 肚兜一般是用一整块布或者绸缎做的,没有袖子及后幅,有方形、三角形、菱形的样式。 遮盖体前从胸骨到小腹的部位,四边有带子。 上端的两根带子套在紧后,左右端的带子属于腰后,一些肚兜加以精美装饰,上面会绣上各种花鸟图案。 有说是遮盖胸腹部。 肚兜有保护腹部,防止着量生病的作用。 中医中有时把药物夹在肚兜材料内,公年老体弱或腰腹部有病者贴身穿用,视为一种药物保健方法。 现代时装的过紧无袖上衣,其样式类似肚兜。 肚兜出现不会持余汉代,当时无勾肩者称为豹腹,有勾肩眼心者称为心医,为进南北朝称为蝉贤。 宋代称为袜胸,明代之后,妇女已普遍有使用肚兜的习惯,当时叫兜子,俗称墨胸,是用胶料两块,鞋材,上肩下瓶而成。 清代的抹胸有两种款式。 一种是短小贴身的,腹于胸腹之间,俗称肚兜,另一种是疏于腰腹之间的,称为抹胸肚。 小孩子的话则是男女皆会穿,徐科,轻败类超,服饰类,记载,抹胸,胸肩小一眼,一鸣抹腹,又鸣抹肚,以方齿之不为之,锦束前胸,以防风寒内清者,俗称兜肚,男女皆有之。 清代内衣称肚兜,一般做成菱形,少有袋,穿石套在颈尖,腰部另有两条袋子竖在背后,下面呈到三角形,遮过肚脐,达到小腹,材质已绵,丝绸居多,技术用的袋子并不局限于手。 富贵之家多用金链,中等之家多用银链,铜链,小家碧玉则用红色丝卷。 肚兜上有各类精美的刺绣,红色为肚兜常见的颜色,由此可见都肚到了清朝。 不光是防风清体,更兼有药療及香囊的功用了。 红楼梦,第36回写宝钗来至宝育房中,看见其人在做针线,原来是白铃红里的兜兜,上面扎着鸳鸯细帘的花样,红帘绿叶,五色鸳鸯。 直到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女性,仍保留有穿肚兜的习惯,杨贵妃或许想象不到,原本是自己用来遮丑的肚兜。 竟然成为了民间女子的日用服饰。 对于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的风言风语,李隆基根本就不必在乎。 当然了最为主要的是安禄山是守卫边疆的大臣,李隆基还要仰仗他来为自己效力呢? 所以,李隆基没有必要安和这种设计之臣来作对,尽管最终安禄山还是背叛了唐玄宗。 但是,那都是后事了,安禄山起义之后,李隆基带着杨贵妃逃到马维坡之后,还把杨贵妃给逼死了呢? 也正是用这些荒诞淫乱的情节与后来安史之乱的惨状相对比。 从而告诫当朝皇帝应该引以为戒,且不可像唐玄宗一样昏庸。 不论那段艳情运势到底是真是假,杨贵妃相魂已去,空流众人的议论与猜测,不仅是关于他,更是关于那个美丽而强大的唐朝。 唐之于中国,就像一场太过美丽的梦,镇翅飞翔时不曾察觉天地的差距,落地才明白大地的冰冷坚硬,美丽的梦不是沉溺过去的理由,而是前进的动力。 即使一度沉沦,一度软弱,一度匍匐于大地,不得不忍受他人的遗弃指使和肆意掠夺,但这片古老的土地,始终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 走过战火与苦难,勇敢拥抱明天,总有一天,华夏之龙会回到那片属于他的天空,近代一片盛世,万国来朝。 盛世这个词,本就是为中国而生,那是我们的过去,也将是我们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